中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认为 《苹果日报》结业是够有自取 《苹果日报》星期三公布结业后 梁振英在社交网站Facebook发表多篇文章 批评《苹果日报》不单只措手有问题 更加是立场虚偽 一方面高举报道真相的旗帜 另一方面不断作假、造谣 认为是新闻界的支持 又呼吁中国人应该在英国办一份《苹果日报》 让当地享受新闻和言论自由 另外有团体带华颜 去到一传媒带楼外示威 即场焚烧《苹果日报》 说份报章不断荼毒年轻人